6月7日,在语文科目考试结束后,有网友爆料在海南省语文考试中没有发放调刑码。 据《新京报》报道,在某社交平台上自称来自海口、文昌、白沙、城脉、琼海、宝廷等地的考生纷纷表示,所在地区考生没有发调刑码。 海南省考试局5月31日发布的《2024年海南省普通高考考前温馨提示》中明确提到,其中强调繁漏田、错田、字迹不清或调刑码粘贴错位的答题卡影响平卷结果的责任由考生自负。 海南省考试局工作人员回应称,今天上午在开考前发现调刑码印刷错误后,立即停用了今天两个科目、语文、数学的试卷调刑码。 针对大家关心的试卷安全问题,海南省考试局工作人员表示,后续所有的试卷都将在封闭考区内在监控下进行逐一补贴调刑码,不会影响后续的考试和判分工作。 针对今天高考语文科目试卷调刑码的问题,省考试局后期会采取措施,将按照学生填写的姓名准考证号为试卷补贴调刑码,并做好答题卡的扫描和评阅,确保准确无误,请考生和家长放心。